今天是香港回归18周年的纪念日 在港府和亲北京团体举行各种庆祝活动的同时 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参加由民间人权阵线举行的 2017年特首普选方案被立法会否决之后的 首次后政改七一大游行 今年游行的主题是建设民主香港 重夺我成未来 他们提出了七项诉求 包括特首梁振英下台 修改基本法 提走提委会 取消功能组别等 现在我们就立刻现场连线 仍在七一游行后集会现场的 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 请海燕来为我们介绍今天有关的情况 海燕您好 您好 是的 是的 能不能先为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有关这个游行的情况 在这个香港今天游行的人数 还有这个举行活动的方面 对 今天举行这个七一大游行呢 人数比去年近50万人呢 有大幅度的减少 而且比组织者民阵预计的十万人呢 也少一半 刚才这个民阵刚刚结束 几分钟以前 他们的记者会宣布呢 这个今天参加的人数 大概是四万八 跟我在现场估计的预计差不多 目前呢 这个大家都现在 包括主办方 还有一些泛民的立委 立法委员呢 都一致强调 就是人数多少 参加游行的人数多少呢 并不重要 因为呢 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 各种 比如说像六四大游行啊 还有这个六一八六一七 连续多天的集会 以及多起这个大型的民众集会 尤其是今天 天气非常的闷热 33度 而且湿度在80%左右 所以呢 这些可能都造成 今天参加游行人数减少的 这个原因 所以呢 他们认为这个民主呢 道路是非常长 不在乎一次两次的游行的人数 是的 海燕那我们也从新闻上看到 在这个星期天 在旺角呢 有发生这个本土团体 和这个亲中团体之间 发生的冲突 那么在今天游行的现场 有没有发生什么状况 今天总体来讲 游行非常的顺利 这个仙岛呢 从三点半离开维园 到五点十五分左右 抵达这个政府总部外面呢 这个过程当中 基本上非常的顺利 只是在铜锣湾附近 有这个亲中团体呢 在路边举行这个展示国旗啊 还有一些标语牌 呼喊一些口号 但是呢 警方把双方跟游行动物 还有这个亲中团体的人数呢 用这个空间和铁码给隔开 所以呢 只是双方有一些对焦 或者是起哄的这个情况 基本上呢 没有任何状况出生 是的 是的海燕 那么今天你也提到了 就是今天游行的一个诉求呢 是有关要这个修改基本法 那么香港社会 对这个诉求的回应是什么 对就是从617618这个立法会否决政改方案以后呢 首先由学界像学民思潮还有学联呢 他们首先提出呢 要修改基本法 而且在六四维员这个烛光晚会的时候呢 四个大学的学生代表呢 在大会上发言的时候呢 撕毁并且烧毁这个基本法 也首先提出要修改基本法 要重新制限 但是呢 对这个议题呢 香港社会还没有共识 包括泛民主派的各个政党 他们对这个议题都有所保留 而且好有好些分析人士认为呢 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呢 如果这个制定的 就重新修改基本法呢 有可能北京利用这个机会 会把基本法制定的更加的严格 所以呢 这是一个双刃剑 但是学联 学民思潮 包括民阵 他们提出这个议题呢 他们也没有具体的 比如说修改哪一项条文 他们只是说 把这个议题抛出来 让这个香港社会 再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是的 海燕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最后再请教你 最后一个问题 今年的六四主管网会上 有学生代表撕毁 并且焚烧这个基本法 那么在今天的游行和集会上面 也有焚烧基本法的情况吗 今天没有 而且在游行之前呢 学民还有学民 学联还有学民思潮 他们特意对外表态呢 说在今天的游行上呢 不会出现撕毁 或者是焚烧基本法的情况 他们只是说 希望呢 引入一个新的议题 给这个社会 让社会进行讨论 让市民呢 这个支持或者反对 修改基本法的市民呢 都可以借今天游行这个机会呢 表达自己的意见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美国之音 BOA卫视著香港记者海燕 为我们进行的介绍 谢谢海燕